这是全网唯一一份评估人致死量的榜单 也就是毒物对人类的毒性 在人致死量计算中 最重要指标是致死率和排毒量 我们拿毒蛇来举例 如果一种蛇致死率很低 那么它的人致死量肯定高于咬人排毒量 所以平常的剂量难以致命 如果一种蛇致死率很高 代表它随便咬一口排出的毒液就能超过致死量 所以人致死量要低于咬人排毒量 最后我会根据平均排毒量 给出一只毒物可以杀死的总人数 那到底哪种毒物咬人最厉害呢 我们拭目以待 第一位选手福建卓越青 福建卓越青一直被人诟病毒不死人 先来一组案例打一下点 在中国台湾记录的5987例福建卓越青咬伤案例中 有54人死亡 虽然致死率只有0.9% 但足以证明卓越青是可以毒死人的 在广西防尘港收治的174例卓越青咬伤案例中 只有3.45%是微重型 可见卓越青日常咬人难以致命 需要排出大量毒液才行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卓越青的人致死量 大于咬人排毒量并接近平均排毒量 福建卓越青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7毫克 我给出了人致死量估值为20毫克 所以一条福建卓越青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一人 第二位选手 圆毛头父 圆毛头父的咬人数量是真的多 我甚至觉得他是中国咬人第二堆的毒手 在中国台湾记录的3283例圆毛头父咬伤案例中 有275人死亡 8.4%的致死率 这个水平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在贵州记录的166例咬伤案例中 微重型的比例就比较低了 可见圆毛头父的致死率属于中等水平 人致死量应当大于咬人排毒量 低于平均排毒量 圆毛头父的平均排毒量为27毫克 我给出了人致死量估值为20毫克 所以一条圆毛头父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注意有小数点是为了区别杀伤力啊 第三位选手 肩斑扣竹 肩斑扣竹是我国致死率最高的蜘蛛 毒性相当猛烈 在新疆阿克苏记录的57例肩斑扣竹咬伤案例中 有21%出现呼吸困难 7%出现心力衰竭 最终死亡两人 3.5%的致死率 这表现已经不亚于毒蛇了 要知道蜘蛛的排毒量是非常抠脚的 不过这个致死率还是比较低 因此它的人质蛇量应当接近平均排毒量 肩斑扣竹的排毒量通常不超过0.5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蛇量估值为0.5毫克 所以一只肩斑扣竹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一人 第四位选手 周三眼镜蛇 周三眼镜蛇是我国南部地区的主力伤人毒蛇 有着部署的毒性 但咬人蛇的表现可谓大跌眼镜 在中国台湾就得的593例周三眼镜蛇咬伤案例中 有87人死亡 14.7%的致死率 你可能会觉得还蛮高的 然而这已经是周三最高光的表现了 在其他记录中同等条件下 周三眼镜蛇就比竹岳青和元包头腹强一点 跟其他蛇完全没法比 因此它的人质蛇量应当越高于咬人排毒量 周三眼镜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40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蛇量估值为45毫克 所以一条周三眼镜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3.1人 第五位选手 五步蛇 五步蛇是我国名气最大的毒蛇之一 咬人方面有着远超对耗子的表现 在中国台湾记录的 240例五步蛇咬伤案例中 有58人死亡 24.2%的致死率 在福建记录的 50例五步蛇咬伤案例中 有18%的微重型 26%的重型 这些案例说明五步蛇的致死率相当高 属于顶尖高手水平 因此到的人质蛇量应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五步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50-250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蛇量估值为30毫克 所以一条五步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六位选手 巨灵魁 巨灵魁绰号世界杀人王 是印度四天王中的一员 他对人有着远超对耗子的表现 在印度记录的11例巨灵魁咬伤案例中 有4人死亡 36.4%的致死率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样本 有一定运气成分 考虑到巨灵魁存在毒性地理差异 综合致死率约为20%左右 已经算很高的了 因此他的人质量应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巨灵魁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8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量估值为4.5毫克 所以一条巨灵魁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七位选手 肥味杀人蝎 肥味杀人蝎是一种非常有名的毒蝎 其毒性在高手如云的蝎子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在北非记录的52例肥味杀人蝎 折伤案例中有6人死亡 11.5%的致死率 你很难想象这就是蝎子创下的致死率 不过似乎存在一定的运气成分 因为在另一组土耳其记录的 299例大样本折伤中 没有一个人死亡 这可能与医疗条件 毒性地理差异有关 总体来看 肥味杀人蝎的战绩在蝎子里 可谓是首屈一指的存在 不过平均致死率还是比较低 因此他的人质量应当接近平均排毒量 肥味杀人蝎的平均排毒量为1.1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量估值为1毫克 所以一只肥味杀人蝎 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八位选手金环蛇 金环蛇的毒性虽然远不如一环蛇 但对人类仍然有很强的致死性 在广西柳州纪路的 四四例金环蛇咬伤案例中 有三人死亡 6.8%的致死率 调打了隔壁周三眼镜蛇 比泰国人漫口也差不了太多 而在1990年广西蛇伤流行卑调调打中 金环蛇也是创下了6.9%的致死率 超过了五部蛇的4.3% 这表明金环蛇的致死率也是相当高 因此它的人致死量应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金环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43毫克 我可以说的人致死量估值为9毫克 所以一条金环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九位选手黄金眼镜蛇 黄金眼镜蛇是非洲与黑曼巴齐名的狠角色 被认为是非洲南部地区的最强眼镜蛇 尽管文献中没有详细统计过黄金眼镜蛇的致死率 但从各种民间传闻和零散报道来看 必定有顶尖水平 因此它的人致死量应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黄金眼镜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125毫克 我可以说的人致死量估值为18毫克 所以一条黄金眼镜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十位选手 西里漏斗网蜘蛛 西里漏斗网蜘蛛的雌雄毒性差异很大 所有业绩都是雄性搞出来的 同时雄性西里漏斗网蜘蛛也被吉利斯列为 对人类毒性最强的蜘蛛 尽管它的毒业对耗子表现平平 但对人类和猴儿异常致命 在1980年以前没有抗毒血侵时 澳大利亚记录了13例西里漏斗网蜘蛛 自死案例 其中甚至有一个小女孩在被咬后15分钟死亡的传闻 这一表现可谓相当亮眼 要知道在澳大利亚连毒蛇都很难拿下人头 不过它的致死率到底如何并不是很清楚 在一项研究中记录了23例西里漏斗网蜘蛛咬伤案例 其中有17%出现的严重中毒症状 可见西里漏网蜘蛛的致死率 丝毫不逊色于肩帮扣住 因此它的人质尺量应当接近平均排毒量 雄性西里漏网蜘蛛的平均排毒量为0.8毫克 比肩帮扣住要高 我给出了人质尺量估值为0.7毫克 所以一只西里漏网蜘蛛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1.14人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下来的 对人毒性排行榜和杀伤力榜 可以看到在人质识量上 毒蛇跟蝎子蜘蛛是完全没法比的 而在单只动物的杀人数量上 蝎子蜘蛛跟毒蛇也是完全没法比 如果你喜欢这种全系列毒物的黄尘PK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 谢谢